最近呢有一类生物啊让粉丝们很是眼红 它们就是霸占明星私人时光的小宠物了 歌手光良呢就是一个爱狗如吃的人 对自家的宠物也是百般的呵护 参加个发布会光良都忍不住谈起爱犬 看来这只宠物狗在光良的心目中的位置不容小觑 其实我已经当他是人了 所以每天都会跟他讲话 光良口中的这只宠物狗名叫小嗨 是他13年前去台湾地区发展时领养的小狗 不久前小孩生病动了脊椎手术 术后近下半身完全瘫痪 光良不仅没有遗弃它 反而是贴身照料 前一阵子我狗狗生病的时候 也刚刚好是我发片跟眼睛 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其他的东西 每天都是在除了工作以外 就是狗狗的事情 我说光良已经45岁的你 如今可都是单身的 自己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宠物狗身上 可别这样孤老终生哦 这种东西没有办法赶快就生起自然 身边的好友都没有帮你 身边的好友 有试着帮我介绍 可是开开玩笑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认真的 新一日在线台北采访报道